新北市有个专职偷拍民众乱丢烟地赚钱的检举达人 他不满重机车友试破他偷拍 四处提醒他人 日前竟然用肉身阻挡对方离开 车友不满检举不该变成有心人发财的工具 双方互告连附近的商家都看不下去 指责检举达人太超过了 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要请记得周宽展来告诉我们 宽展 市主播在新北市106县道这边呢 是许多重机车友会行进这个休息站 不过最近出现了一个检举达人 专门用安全帽的行车记录器偷拍这些 重机车友呢乱丢烟地的景象 有店家就在贴上了海报警告路过休息的民众要特别小心 被拍到的时候单子一接到 哎啊就去那边吃饭啊 对不对 哎我吃个外出来被开个红单 一千我怎么会花得来 我的生意就会受影响啊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是说他为什么在抄人家车牌这样子 然后后来之后我们去便利商店问啊 他知道哦原来他自己安全帽上面有个镜头 对这样在拍路别人这样 虽然抽烟是不对的行为 但店家表示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他们也对他自己丢烟 却检举别人抽烟的行为 相当不以为意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将时间交给鹏店主播 好偷拍车友呢赚检举奖金 结果现在呢被已经试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